大家好,我是蔡師傅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下如何放鬆大腿後側的肌肉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位小姐 她坐在上面 那其實這種棒子啊 這種不夠痛 來我們來看一下她現在做的那一種 又有這種顆粒 有沒有看到 這種顆粒 這樣做起來才會夠刺激 夠刺激才會放鬆 沒辦法,人體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做一下 你用這一支做一下 就這樣 你就會發現做這個跟做這個 感覺差蠻多的吧 對,這個比較沒那麼厚 對,但是做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的話會比較刺激一點 還蠻刺的 對,然後還有 你剛才有一個感想就是 你要自己移動去感受到 那一種 那個點 對,就是你要找一下比較緊的地方 然後我剛才還有發現一個方法 嗯 就是腳可以在上面左右滑動 因為 這個交給你講 沒有,現在你講 因為我覺得肌肉較長一點 所以如果左右搓的話 它的效果會更好 嗯 就是你左右這樣動 那其實這個效果 就是類似波筋 那比 一般的坊間的波筋 更好一點點 因為坊間的波筋 就是太 面積太小 然後這個面積是蠻大的 所以會比較好一點 好,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這邊 影片短短的就好啦 掰掰